各位乡亲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县诊新闻 于池乡新城村头65县通文巷53-7号附近 约有200公尺的狭载路段 汇车时常常插撞事故发生 县长李明珍与议员 乡长以及地方代表前往会刊 同意办理拓宽工程 感谢在地企业挹注让拓宽用地有着落 帮助当地已成为观光农业新亮点的路高社区 加速发展繁荣 县长李明珍前往渔池会刊行程 首站会刊新兴村的路辽坑 以及五城段地号破损农路 当场签合近70万元经费 随后会刊头65县通文巷53-7号 站牌附近长约200公尺的瓶颈路段 李县长说 经由县议员谢明谋 相待会主席梁振郁努力争取到农林公司 慷慨出资购买拓宽所需的1.3分陆地 县府将择游公务处优先策设发包办理 改善这一段通文巷瓶颈 帮助路高社区加速发展繁荣 一支箱新兴村江茶巷 头65线道 因为这条路现在里面有很多的观光景点 所以这个车辆相当的多 现在我们来看了这一段 路宽非常的窄 要废车不好废车 所以市场发生差状的问题 所以经过我们地方 我们的主席 还有我们的这个谢议员 我们公所大家努力的去协调 这一段的土地 就由我们农林公司 就来购买 建议我们政府 还要把它扣关来道路 我想这样的挤动 是让我们非常的感动 今天来费刊 我们会尽快的 请顾问公司来设计 尽快的把它开闭完成 扣关完成 让我们的基民和观光客 比较有一条好的道路 让他们来通行 也比较安全 县议员谢明某表示 这路段早期因为土地的问题 迟迟无法托宽 感谢在地企业益柱 让托宽用地有了着落 而林县长会刊之后 也同意紧述来办理托宽 并将排水沟内侧来改善 因为这个早期 这个土地没法改善 最近我和我们日立的梁主席 去到上面开发的两个财团 被它沟通 那依然就很慷慨的要出资 购买这个土地来提供我们 透宽道路之用 那么地方居民也要求县长说 道路透宽的同时 也能够将内侧的排水沟一并改善 这就能一劳永逸 路高社区以后的前景可齐 所以这个道路我们政府有义务 要来协助来拓宽 所以管理长今天来 相信这个路就改划掉了 公务处表示 这一段道路设计路宽 原本是12公尺 目前却只有3到4公尺宽 凤林县长指示 公务处将优先测设发包办理 改善这个路段瓶颈 减少事故的发生 并帮助当地已成为 观光农业新亮点的路高社区 加速发展繁荣 记者商清福 与池香采访报道 看到董 dew 池香采访报道